要是能回到過去 该有多好 你妈之所以会过时 都是我的错 那天应该搭上那艘船的人 是我 这就是我们跟志秀的命运吧 我希望我们跟志秀分开后 就不再相遇 十年后我也不会去荧光桥 老师回到2007年的事会消失 下周二晚间十一点 操心精彩最终回 下周二晚间